曾经的万主席 清泰理事长 苗部长 尚部长 各位领导 嘉宾 还有行业的朋友 非常荣幸在本人会成立十周年之际 向一举百经 探索交流新领域汽车行业的发展 首先我请代表比亚迪公司 衷心地感谢各位领导 嘉宾和朋友的关系支持 感谢本人会搭建的合作交流平台 过去的2023年是五国汽车工业不平凡的一年 是创造历史的一年 中国汽车工业经过70年的发展 去年产销量首次突破了3000万坛 同时约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在全球前十的汽车销量榜单中 也首次出现了中国品牌的声音 谁说新技术 新产品的快速迭代 五国在推进 碳达峰 碳中和的过程中 塑造了新产业的发展优势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九年 全球第一 占全球比重超过了60% 形成了极具韧性和竞争力的完整的产业链 为全球汽车绿色转型做出了示范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新能源汽车走到风口 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是行业同仁 坚守创新 共同奋斗的成果 大家都是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变革的起风云 在新能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 无论是AI算力 还是电动汽车 这一底层都是对能源的需求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背后 其实都是能源的类型的转换 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上月底习近平总组计在 新能源技术与我国能源安全 具体学习时强调 要统筹好能源发展 和国家能源的安全 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共建美丽世界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多媒少电的国家 煤电和水能资源丰富 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相对较少 水电 风电 光伏发电 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 世界第一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装机规模在去年历史性地超过了火电 全年新增装机比重 超过了全球的一半 未来将为人工智能 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发展 提供绿色能源的解决方案 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 电动汽车的主要利用 液价波谷的电来充电 用电相对比用油更有保障 也更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 加快发展电动汽车将有助于减少石油的消耗 调整能源的结构 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新能源汽车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而且新生似乎在中国市场变革的速度和效率 比国外要快 在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去年的销量超过了1300万台 整体的渗透率约18%左右 在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去年国内销量按照上显数 乘用车大概是788万台 整体渗透率超过了35% 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期 伴随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力度的持续增强 新车的投放数量也在快速地提升 我国新能源汽车变革 进度持续地深入 正在突破迭代的临界点 其实上一座新能源汽车的上显数 行业的上显数 其实渗透率已经突破了48.2%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 我估计未来三个月 新路营汽车的渗透率 可能会突破50% 甚至会更高 形成新路营汽车在市场的主导地位 当前基于挑战并程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我们要更加坚定 拥抱汽车百年未有的大变革 保持战略定力 确保了战略方向的正确性 新路营汽车也是一条经济之路 行业走到今天是也洗也忧 洗得是新路营汽车市场空间还很大 如果今年国内新路营汽车 可以超过有200万台的增量 同时呢 半生新路营汽车的出口提速 也会形成较大的增幅 优的是市场竞争呢 日趋激烈 行业进入一个残烈的淘汰阶段 一方面呢 中国汽车工业经历了70年的发展 以进入结构性的调整 纵观全球汽车强国之路 产业集中度呢 提升是必然阶段 另一方面呢 中国新路营汽车 经历了20年的培育和壮大 以进入一个中期性的调整阶段 企业呢 需要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优势 时代的车能呢 滚滚向前 任务行业都是从0到1 从1到100的发展过程 大家一起努力推动 新路营汽车更好更快的发展 最近召开的联会 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呢 今年要巩固和扩大 智能网列新路营汽车产业的领先优势 提振智能网列新路营汽车等大众产品的消费 体现了五国加快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转型的决心 也更加快了 也更加坚定了行业的信心 电动化上半场呢 已经死入快车道 智能化的下半场呢 正在换挡提速 未来 自电融合的整次智能 是发展方向 只有打好电动化的基座 才能建好智能化的高楼 李强林今年初呢 发布了玄机架构 打破车控 自仓 自驾的固有框架 把整车作为 高级智慧生命体 提供 安全高效的系统交互 以仰王U8为例呢 整车智能 就好比给四个 独立的电机上的控制 装上了眼睛 耳道 神经或更强大的大脑 打造出 一四方泊车 高速胞胎控制 赛道无人驾驶等 高度创新的 电汇性的功能 形成电动化和智能化 高效融合的新的价值体验 最后呢 再次感谢国业领导 和国业嘉宾的关心支持 李强林呢 肩负责任使命 将坚持用原创 电污型的技术 趁身壮大 新质生产力 突破迭代的零件点 为七字工业的绿色 低碳转型发展 共银新力量 谢谢